这是一张足以颠覆人们认知的照片 画面上惊现被打死的女鬼子 相信会有不少人不屑一顾 女鬼子有啥可稀奇的 电视剧里那些腐白貌美 把武士刀耍得天花乱坠的女鬼子 不是常常充斥在屏幕上吗 其实 这就是被抗日神军蒙骗的结果 普及一个常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军作战部队 特务机关中 是绝对不会有女兵的 更别说女军官了 即使是川岛方子 也不属于日本军队正式编制 日本拥有军级的女兵级少 基本上属于文职序列 而且大都在医疗救护 通讯 后勤等单位从事基层工作 这是因为 日本是个极端的男权主义国家 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 日本男人从内心是瞧不起女性的 因此明令禁止吸收妇女进入准军事机构 所以 除了中国胡编乱造的抗日神剧中 有女鬼子外 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因此 这张照片用金线一点都不为过 照片的背景是冲绳岛战役 美军击退了日军的自杀时冲锋后 发现了被打死的女鬼子 并且从她的身上搜出了手榴弹 那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 对琉球居民进行法西斯洗脑的恶果 美军在发动冲绳战役之前 日本军方大肆鼓动流球居民参加胜战 并且在学校招募了大量的学生参战 其中包括不少女学生 非常有名的击百合服务队就是来自于两所学校的女生 然而 当战时进行到白热化时 恶毒的日军诱惑或威逼原本只是从事医疗服务的女生投入战斗 这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女鬼子 也拿着手榴弹向美军发起自杀式冲锋 于是便有了这张照片 其实 女鬼子也只是穿着没有军衔和标识的自视军服而已 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出日本军队的邪恶性和残酷性 同时也反映出被日本军国主义掌控了思想的日本平民 心甘情愿地成为日军的炮灰 既可怜又可悲 冲绳师范学校女生187名 死117名 限立第一女中女生98 死86名 订阅我 一起聊聊